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现在呢,很多人都有肝气郁节的现象 经常喜欢发脾气,生闷气等等 肝气不舒,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天这个视频就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 有关舒肝解育的一类忠诚药 我们到底该如何选用 其中呢,我们按照肝气郁节的程度 由轻到重,逐个给大家分析 第一个,如果你感觉自己 还处在肝气郁节的初期 症状比较轻 症状的表现不是很明显 常常会以胸鞋部的胀闷 两鞋的胀痛 或者是爱气反酸等等 这些症状呢,会主要表现 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考虑 用这个柴虎舒肝丸 这个呢,是最基础的舒肝解育的用药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说明书 有舒肝形体,活血止痛的作用 适用于肝气不舒 胸鞋痞闷 呕吐酸水等等 针对以上的症状还是非常合适的 第二点 如果你说我不仅两肋脏痛 善太息 喜欢长出气 容易叹气 心情抑郁等等 那么还经常在饮食上饭愁 不想吃东西 食少 纳呆 作障 脸色看起来呢 也是暗黄无华的 女性的话 在月经期间还常常会有不妨脏痛的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在肝气 郁结之后 又影响到了皮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啊 在五星里面 肝是属木的 而皮是属土的 木呢是刻土 它们两个是一个相刻的关系 如果干预严重 就会木成皮土 干预皮属 从而出现气血生化不足 然后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那应该怎么办呢 逍遥完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参考 它就是在树干解育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健脾养血的一些药 在帮助解决干预这样的问题之后呢 还能解决皮属的问题 并且呢 它这个养血调经的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 就可以考虑 第三 再进一步发展 如果你说 我不仅有干预皮属的问题 而且呢 还有明显的上祸症状 经常呢 会容易心烦易怒 失眠多梦等等 还伴随有口干口臭 这些表现 那么这呢 就是在干预皮属的基础上 又有 气血生成不足 干血呢 又有亏虚 本来干预日久 都会预而化活的 这时候呢 干血又不足 没有办法来乳养肝脏 再加上一些上祸症状 就都出现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单质消药丸 它呢 其实是在消药丸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两个药 一个是单皮 一个是质子 单皮清热 活血 质子呢 是泄火出烦 那这两个药 用上之后呢 是不是就特别对症呢 那么 你的干肌预解 是到了哪种程度呢 不懂辩证 可以留言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